今天又來到同主的旅程 上云就講到比喻 就是失了羊的比喻 然後失了前的比喻 到最後就是失了兒子的比喻 這裡有個好像計數一樣 一對一百,一對十,一對二 當然一對二當然是更加嚴重 所以在神經限中 找了不見了的兒子 原來是最大件事 心痛 上云就講到 原來不見了那個不是走掉的那個 其實是在你身邊那個 這個真的夠諷刺 原來距離得越遠 你以為不見了那個 其實他分分鐘在你旁邊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 真是 你想不到的 反而最親的 反而是跟你的心是越遠的 身體的距離 是可以不成正比的 是 在這裏的案子 簡直是反比 其實 耶穌在15章講完這個比喻 然後到16章 其實他繼續講的 他繼續講下去的 所以他是一連串的 一輪罪 一邊說說說說說 所以這裏 其實他一講完那個比喻之後 他就轉頭對著自己門徒 說這番說話 之後他又會轉回去 對回法利在人說 所以 其實不斷來說 都是表達同一個信息 神的愛 論不論你聽不聽也好 他也會愛你的 就差了你聽不聽 現在我就把 這個16章的1至13節 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裏又是有少少 小心的 因為有少少 又要用一下腦筋 因為如果你不用腦筋 你就誤會了主耶穌講的話 讓我讀一讀給大家聽 我又是分開段落這樣說 然後解釋 然後解釋 他說完那個比喻 他對著眾人說的 現在他就對著 門徒說 有一個財主的管家 別人向他的主人投訴他 浪費主人的財物 看來這個主人叫他來 跟他說 我聽見 這事怎麼樣呢 不如這樣 把你所經管的事 交代明白 因為我不再能用你管我的家 這個管家的心想 哎呀 主人遲了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 那我將來做什麼呢 他自己就說 錯地 我又沒有力 黑飯 我又怕醜 我知道怎麼做了 我就叫人 在我不作管家之後 接我到他們家裡去 那他怎麼做呢 於是就把欠他主人的債 一個一個叫來 問頭一個說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說 一百烧油 管家就說 好吧 那你的將來 快錯一下 我就寫五十 這樣也可以 又問另一個 你欠多少 他說 一百石的墨子 那管家就說 那你的將來 我寫八十 這樣 好了 如果我讀到這裡 不讀下去 你就很容易誤會了 哇 這個管家真是很 很不行啊 這樣交發 你紛紛被人抓去坐牢 你這樣改數捕也可以 是吧 所以 如果你這樣想 你小心 有人可以這樣看的 你猜猜主耶穌說這個故事 是說什麼 為何他會這樣說呢 是不是主耶穌叫我們去 喘改數捕呢 哈哈 你看完後面那兩節 你就開始有些 有些味道了 我讀完後面那兩節 給大家聽 他又說 嘩哈哈 主人誇掌 這個不義的管家 做事聰明 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 比較光明之子 就更聰明 我又告訴你們 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 到了錢財再沒用的時候 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恆的著 帳幕裡去 如果你聽完後面那兩句 你就知道上面是有些特別意思的 那我就不賣關子了 立即給大家一個答案 讓大家知道 主耶穌究竟說什麼 究竟是否叫我們做事 騙人 其實不是的 因為 財主和管家 都是你 哈哈哈哈 其實那兩個人都是同一個人 哈哈哈哈 而且還是你 如果你這樣一看 你就會明白究竟說什麼 好了 好了 其實主要後面那兩節 那兩節 比較 因為它 最重要的契機 就是 永恆的帳幕的時候 很明顯是說 又是用脂肪罵懷 其實是一個比喻 其實是在比喻兩種情況 第一件事 就是 財主和管家 其實怎樣代表我們自己呢 就是 財主代表我們的才能 我們的因此 管家 管家就代表我們管理自己的能力 其實是在說兩種能力 你如果這樣看 你就容易明白 究竟他剛才說什麼 好了 有才能 是否代表管理自己的東西管理得好 又不一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有些很聰明很聰明的人 好像最近 被人拘捕了 他是不是很聰明 但他管理不善 最後他真的被人拘捕了 他聰明過頭 不懂管理 就搞到一身矮了 所以 有才能不代表你管理得好 所以 所謂主人和管家的對答裏面 其實就是 喂 你是厲害 你算是賺到錢 但是 你管理自己的財富的時候 是不是事事 人家得罪你 你就記住他100% 你得罪了我這麼多 我要還給你 你是不是這樣和人計較 這個其實 為什麼那個管家 人家聰明就說 咦 不是呀 我都快要離開了 即是說 見上帝 那你留點錢有沒有用 所以 其實他在這裡 告訴別人 那些錢是新外物 其實人家得罪你 他用淡油好 你說當墨紙好 其實都是一種數量 我們去衡量 究竟人家欠我們多少 人家欠你 上帝又沒有叫你 全部 射去 他只叫你 一個是一半 一個是八成 起碼都 不要拿著 拿得這麼緊 別人得罪你 你就放過人 再加上 在這個比喻 他是不義的管家 但如果我解釋 其實那兩個人 是同一個人 其實基本上 他就說 我們地上的財富 和天上的財富的分別 我一直說 我們的財能 其實是天賦 當然都是和我們努力有關 但是我們的天賦 都是天給我們的 有人一生出來 就特別聰明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你懂不懂管你 上帝給你的天賦 所以在這裡 他就說 主人誇掌 不義的管家 做事聰明 是嗎 守松 就是瑤樹人 那個是講的心 不是講的腦筋 他說今世之子 世事 他也說世事上 在你地上的事的時候 他比光明之子更聰明 那他光明之子代表什麼呢 就是猶太人 在英文叫做 People of the light 其實代表那些人是明道理 猶太人是明道理的 但是他們是貪財 他打得很緊 所以你聰明一輩子 但是你沽寒 就不請人吃飯 別人得罪你 你就記住別人 那就反而 那個不義的管家 就更聰明 所以希望這兩節聖經 提醒我們 原來上面的比喻 挺有味道 其實財主和管家 都是我們自己 看你如何管理自己 好了 到這裏 他帶引下面更深陷意的經文 他又再講些事情 看看大家有什麼得益 最後我告訴你 尤其你不看聖經 你也要學一下 學些什麼 我稍後再講 好了 第十節到十二節 他說 人最少的事上中心 在大事也中心 最少的事上不義 大事也不義 所以 況且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 不忠心 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 托付你們 好了 再講 他說 倘若別人的東西上 你不忠心 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究竟他講什麼呢 第一句 那句很簡單 其實 世事抽針 大事偷金 這句話大家都會說 下面再跟著那兩句 有些有趣的東西 提醒大家 他說 真實的錢財 有些不真實的錢財嗎 也有 比特幣不真實 不過 這不是說這件事 真實的錢財 就是說 你是否真真正正的擁有 你手上的錢財 老實說 很多錢財 就是come and go 現在那個利率一加 那些錢又不見了一大截 是不是 Inflation加了 又是沒有了一大截 所以 究竟 什麼為真實的錢財呢 就是 你真正 對我們真正有用的東西 究竟 是不是拿得到呢 真正的錢財 真正就是 我們的真實的asset 就是我們的財富 原來很多都不是真的 這裡說 咦 他說 誰把那真實的錢財 託負你們 那誰是誰呢 這裡很明顯是說 這個誰就是上帝 好了 如果這個是上帝 就是什麼呢 原來你在地上 看著那些 地上的錢財 你都不忠心了 對 那上帝 怎會給你一些真的錢財 好了 我問你 你說 美國發國債 他給你一些國債 給你 重要一點 即是值錢一點 還是上帝 給你一顆真實的錢財 哪一種 你選獎金還是獎品 你選什麼 我一定選上帝那個 為什麼 他永遠不會降價 因為有永恆價值 以前有人賣廣告 說鑽石 恆久遠 鑽石 現在已經不值錢 因為有假鑽石出現 人造鑽石 所以鑽石已經不值錢 你相信那些就浪費 但如果上帝給你一塊金 那塊金一定值錢 你問我一定要上帝那些 哈哈哈 地上那些我不要 好 另一個就說 別人事的中心 誰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 這句話有點怪怪的 又是 那個誰就是上帝 咦? 原來是上帝給我們的 那些東西我們擁有的 例如說老婆子女 鑑屋 車 所有那些東西 好像是你自己的 好像是你自己找回來 其實間接上是上帝 就是 間接上是上帝的恩典 我們才能拿到的 原來那些東西 又是 錢財又生外物 原來自己有的東西 都是 可以是 不是自己的 好像是你 但有好像不是你 所以其實他在說 地上擁有的東西 是不是代表你天上的 真真實實拿得到 天上拿得到的意思 不是說 以後才拿到的 不是這個意思 意思是說 其實 你很明顯有些東西 為什麼好像 人家搶你 搶多少搶不走那些 那些 那些就是天上而來的 教醒大家 原來是這樣看的 另外一件事 和自己應得的東西 你不是偷回來的 你是真的應得的 所以 到這裏 說完下面那一節 更加容易明白 究竟這裏 整段經文 對我們有什麼意思 最後一節 十三節 他說 總結 他說 一個仆人 不可能侍奉兩個主 不是 忽者 愛那 眾者 輕那 所以 我們不能夠 又侍奉神 又侍奉 馬門 馬門 其實代表是錢 意思 你不能侍奉兩個主 一侍奉神 又侍奉錢 這個意思是否代表我們不應該幫人做事不收錢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這樣看 你又誤會了主耶蘇 其實這裏主要說 究竟你的目的是什麼 即是你做事的目的 你做事的目的是幫人 還是做事的目的是去賺錢 那就要分開了 這裏 其實背後是在說一種人 就是那些叫法律賽人 記住 那些法律賽人 是有宗教領袖 但他們是貪財 這才是問題 即是賺錢不是問題 但是那些人 就用上帝的名義 其實他不是侍奉上帝 他侍奉自己的荷包 這些就是主耶蘇在罵那些人 所以你覺得整段經文很有意思呢 以前我記得 我那時未信主 不過很多人都說 去到新的地方 不如去一下教會去認識朋友 或者就說 咦不是呀 要認識多些人才做得多生意 不如去教會認識多些人 這種態度就是 其實就是這裏說的那種case 你去教會也不是侍奉上帝 你其實去找人 找生意 或者找朋友 這樣 目的不一樣 這個沒什麼所謂 你千萬不要反過來 我告訴別人 我去教會就好像很勁錢 其實實質上 你去找生意 這種就不行了 那你擺明目標 去到教會 告訴那個牧師 我來來是認識朋友 我不是來什麼 那牧師也讓你進來 因為你很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麼 千萬不要掛羊頭賣狗肉 對 這一種就不行 但是 因為你真的想去 適奉上帝 或者想聽道 去到教會 這麼巧 遇上一個人 他真的幫到你 在生意上幫到你的時候 這就是神的恩典 因為你的目標 在本質上 你不是去找生意 但是你那時候真的要去找上帝 但是因為上帝知道你要 而他間接上 將你帶到那個人的身邊 讓你得到那個好處 這就是侍奉神 和侍奉馬門的分別 就是什麼呢 其實很看你的目標 如果你想著幫人 而賺到錢 好 但是你想著 賺錢的 而去幫人的 其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說侍奉神有 侍奉馬門 其實主要不是懂得賺不賺錢的問題 主要是你的目的 主要目的是什麼 好了 回到財主和管家 其實在這裡勸勉 就是什麼呢 就是盡忠我們的財能 如果我們上帝給你一個聰明的智慧 可以計數 計得很厲害 又計得準又計得快 那你就照做 但是也要盡忠去管理自己 得到財富 所以你絕頂聰明 管理不善 一事無成 平庸之輩 沒有問題 按步就班 都有小成 所以有一句說話 我想這句說話 就差不多用廣東話 其實有一句 算是成語 一講 基本上講到最後的總結 就是 謀事就作為人 成事就作為天 但是我要多加一句 這一句是好的 就是多加一句 如果你的心向著上帝 上帝一路都會祝福你 原因是什麼呢 上帝祝福你 你會祝福其他人 這就是上帝兒女的天性 有天父的本質 上帝幫我們是無條件的 亦都說 我們去幫人 亦都是無條件的 不會有異心 就說 原來他打算你 拿回好處 這裏說的 不義的管家 就是代表這件事 好 希望大家明白 好 下次再見 拜拜